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星期六深夜时分11点至11点半播出 哪些年是说什么呢 我们两个有人夫子自道 有人拆货打云 说的都是香港的旧事 旧得来有些是几十年前 有些可能去到一百年前 现在不是怀旧而是温故自身 还有,这个节目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和记得交月费 那时他们14号来到香港最早 是没有人的 14号即是洪门洪法山14基 14基 不是有听到既既的 他就拍着… 他就有政治了 那些政治是亲国民讲的 他拍着水防走 他自己不够人的 水防也是一个… 默默默黑社会 默默默黑社会 他要拼着水防拿马借人 三合会应该是走的 好了,你自己想起棋 那你整天蹲在石杰尾 你自己的屋邨很没地盘 他变成了那时是欧民宿 他们真的搞出来的 参与政治了 支持国民党了 一招 大家看到後面的螢光幕,一定知道是藥師佛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題目,很應景,因為事實上很多人生病 我自己也生病了 這兩個星期很厲害 原本是有一個嘉賓,也不怕說是MC人 但他今天通知我,他病得很厲害,所以不能來 是突然的,他也是昨晚開始發病 我剛才打電話給他,他的聲音突然說 出不了聲音,早點休息 那我就寧願休息,我已經跟他說過不要緊,不用鑑躁 為何會跟MC人去軟閉後,我們回來講葉師佛 其實講這個題目,我都部署了一段時間 但正如我一路做所有的題目一樣 我希望有一個比較合適的人,和一個應景 這個題目才引起起起碼我自己的共榮 但MC人他前一陣子去了不丹和尼泊爾 我覺得很適合講這個題目,我會解釋為什麼 但更加適合的原因是,因為最近真的病得很厲害 我昨天去一個宴會,有兩三個朋友 因為病,都要臨時爽約 文說我今天在看新聞的時候 現在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都說 新一季的流感又殺到來了 又很擔心我們醫院應付的情況 相當之緊張,所以要外聘一些part time 或者加病床 所謂加病床已經很荒謬 如果大家去一些公立醫院 你會發現基本上是戰地醫院的情況 前一陣子說不夠病床 就要買私家病床的位置 你現在去到這麼嚴重 你現在去到猶身 差不多如二哥說 每一年有幾個時間都是流金殺到來的 冬天固然有 但阿紀奴,現在不是很冷的 現在仍然可以穿短酒衣 甚至說是熱 你到夏天,理論上以前不會有那麼多流金 現在也一樣有 所以你變成現在的方法 基本上你無時無刻都會流感 而且那些病菌是變種得很厲害 例如你有病 你不要以為去醫院已經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你可能會惹到病 因為醫院現在有很多人覺得 最近這一本書都是超級病菌 就是很多細菌 我們常見的細菌是變種的 就是因為抗生素裡面的 令到這些細菌自己再進化 這裡數到差不多有六幾款細菌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些 尤其是老人家 要留意自己的身體 對,適合到這些問題 就不在神秘之間的範疇 但也要提一提 政府現在有這麼多盈餘 但錢又不是用於醫療、交通 各樣都那麼強 長此落海也不是辦法 但我們這個節目不是說這些 所以就此打罪 今天阿紀圖收到一份禮物 麻煩你給觀眾看 因為送禮物的我們是很熟悉的朋友 我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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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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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這位朋友 每次都留一份份給我 還有今次有個小冊子 有很多聽眾朋友 雲利 尼比羅 他說你欠他 尼比羅星的專題 都很想我們神秘之夜搞 阿娜娜奇之惡惑星 阿娜娜奇之惡惑星 很簡單 我們以前都說過 我看這個小特子 為何說我欠他 因為他覺得這個時候 大家都是很講述我們羅斯的時間 偏偏我們反而不是那麼多提及改 他都覺得有點吊癮 如果你很吊癮 這個你也可以拿來買回來 不要緊 拿來看看 因為他結合了共濟會的符號去說 他都有一些挺有趣的 他也有把古埃及的獵戶星座 就用一個新的方式串連在一起 加上日本的古文化 那我就整理了 覺得值得講 那你就考慮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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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題目 我講一下速發點 其實我是等了MC人 但之前我也做了一些準備 原因就是有本書叫 《尋找若思佛》 《尼泊爾的山居歲月》 其實那個原文就是英文版 那兩本我都借了回來 那這本比較難借一點 不知為何這個圖書館真的很刁鑽 即是我想看的書 他肯定是藏起來的 是 即是我花了一點手續 才能夠找到這本書出來 即是他又不是外借了出去 他藏起來 總之他藏起來 他不會讓你看到 我不是查那個catalog 都找不到這本書 現在我想這種情況是越來越多 但不要緊的 因為這本中文書 其實在坊間有一賣 圖書館也很容易借 我看過之後 其實我覺得挺有看法性 首先要介紹這本書 為何要觸發 我一直會知道這個問題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美國人 俗稱我們叫他鬼佬 叫David Crowe C-R-O-W 他挺特別的 他去學中醫 學中醫學 就覺得未夠 要去尼泊爾和印度去學 主要是學藏傳的醫學 藏傳醫學 我看裡面 其實有部份 其實我一直都有 一些背景資料 我知道了 就是什麼呢 譬如說用草藥 這個都習以為常 一定是很多這些 但西藏的草藥最特別 因為它高山 藥性很強 這個可以出馬 待會我們會講 但今天我最 令我觸發 我覺得最微症最強 就是 講我怎樣用水銀 這個話題 我覺得 真的有一定的趣味性 神秘學 原因很簡單 第一 水銀是很毒的 現在很多地方 譬如種毒 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水銀毒 我們會提到 譬如寶牙 以前寶牙 用水銀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否 現在少了 現在少了 甚至有些中藥 市民的成藥 中藥 有水銀 那件事就很大 很大 那件事 差不多十幾年前 什麼十幾年前 起碼三十幾年 也有三十年 也有三十年 這個問題 待會可以討論 因為整個 譬如說 毒和藥之間的關係 是幾有趣的問題 亦都給予一個新的角度 我們怎樣看 但這本書有一點 我們一開始 其實我們就可以講講 就是 它有一個預言 就是說 其實這個世間 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 當然這個是 講得比較一些 自然界的東西 包括石 包括動物的屍體 包括所有的草藥 都是藥來的 是 這個世界 沒有東西不是藥 應該這麼說 即是沒有東西不是藥 只要你懂得它的藥性 只要你懂得用就可以 但涉及到這個所謂 佛教和藥之間的關係 又不像一般人想得那麼簡單 因為講到最尾 佛教說 生老病死 四樣東西是必然的 既然病是必然的話 那是否真的要醫 即是 為何要花時間 要醫治呢 或者是否真的 他擺過那麼多 很多研究的時間 去醫治病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預言是什麼 應該幾條可以評論一下 就是 佛祖 釋迦茂尼 原來是一個醫生 這也是一個很值得去想的問題 他所謂醫生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是醫治心靈的病 還是醫治身體的病呢 但未講這些事之前 有一個日事 我覺得幾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因是因為我聽說 我沒有聽 在其他的網台 都有談論了這個事件 是 涉及這個甘露苑的問題 甘露苑的問題 即是你剛才說的那單 我問你 我問你 你不要開名 雖然各位朋友 都應該上了一個評論 都說過 這個我們很熟悉 他本身都是我們神秘之夜的那個 湧躉 他本身他自己 都是有一個叫做 特異功能 他最近 他有很嚴重的病徵 出來了 其實搞到自己很麻煩 他那時候 他都有求助 基本上 我對他有一個簡單的了解 我很多時候 我會用一種方式去做 第一 叫他 不要 將他變得 看得這麼嚴重 首先 那種憂慮 是讓他 會出事 更加嚴重 更加嚴重 這是心情上 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 自己的穩定 然後 那時候 因為我 都對 那方面 因為這位 朋友 他本身 都有一個 看到靈界的 幻見的 那些 那些朋友 但是很實在 很具體 他經常都說 所見所聞 那些叫做 臨床的填野實現的報告 我都覺得 其實都是當真的 覺得他真的有這種能力 即是當事人 本身是一個很清晰 很強烈的感覺 已經視之為真實 是的 也都是 本身 他自己 有這種能力 但他 也不太好 用這種能力 作為一種事業 那樣的 因為他也是 有點害怕的 天生的 有點害怕的 但最近 他家裡的親人 離世 而且同時 就好像 因為他家族的遺傳 有些事情 他要承擔 但他又很擔心 又不知道怎麼應付 那我就叫他 用一個慢慢的方式 還有 也幫他 去密適 我們認識 這一類的 那些 師傅 那 就想著 安排 這裏要補充一點 當事人本身 其實跟阿紀台相當熟 可能我都 你認識的 你認識的 你聽到之後 就不要去找阿紀台 我們沒有這種 服務 那是基本上 我們很熟悉的朋友 才可以有這種 首先我沒有那個能力 我一會以為他有 我認識 我人格擔憂他是沒有的 這是網上的討論 總之 那位朋友 他其實是很擔心的 我也在那一刻 大家都知道 我跟MC人 上年的11月 在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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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拜會過一個寧波車 他本身都是一些很出名的寧波車 也有做金路院 也是一個藥師 這個也都以我自己的親親經驗 我試過的 是 當時你帶了一堆 我又有試過的 不過好像給你吃的那個 是MC人給你的 是 給你 我都 沒有印象 我記得 這位寧波車 他這位寧波車 那個金路院 我亦都看到一些材料 那些 那些 往後看看 會不會適當 那種藥材 就是 那種藥材料 但是這個金路院 那我自己也 吃了一顆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那就是 因為 稍後可以詳細說 西藥的藏藥 是有些成分 真的 是可以的 是是 比山下的那些草藥 這些可能 我會慢慢講 那就是 我都 請了一顆 來比 那位 那位 學生 因為他真的很嚴重 他隔了幾天之後 他都覺得他應該要吃 他吃了之後 我不知道他在友台的節目怎麼說 我想可能也會有詳細 他也有提 因為我聽到一件事就是金勞丸 他有提到我的名字嗎 是啊 他經常說是有效應 而且他一說效應之後 我也是對那個道醫 或者西藏劇那種醫術 都有一些見聞 但知道那是一個好事 他應該是 我立即解釋給你聽 因為他有一個生理的反應 吐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 你基本上是在皮狀 這裏 就積聚了很多病水 這個因為他很普遍 就在狀藥那裏 就算很簡單 也有這種功能 就是把你最多積聚 不好的那些東西 立即幫你清露 用你而時下的那個說法就是排毒 是的 那次他也說 他排的時候 他也覺得有一種 它是吐出來 是的 有吐不止 那些顏色 好像Ghostbuster的 那個 那隻綠鬼 不是Ghostbuster 驅摩人 不是 驅摩人的那個 就不是 就是Ghostbuster 那個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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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鬼 在地鐵走出來 那種綠 我們聽到時候 綠就是病氣來的 所以我們熟山劍下 還有你看 Star Wars 一握綠色的那把劍 一定是壞的 一定是壞的 那他就扭了一些綠色的葉 我都以為很厲害 說完之後 我覺得 其實那個狀藥 就解決了他一些問題 但當然他現在 還有一件事 他自己很憂心 那個 我覺得他 我們都很關心他的 因為他是病得很緊要的 那也是那一句 如果譬如說是一些生理上的病 那你就尋求現在 當然 這個是關鍵的 第一 他本身 他有很正式的 就是看著一些醫生的 那 同時 我也都密識了 就是有幾個 因為他都認識的那個 我說 你安排 叫那位醫生 就幫你去安排時間 那樣 那就是 最重要 因為都是兩件事 我都可以再說 那裡 那個時間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 在那一刻 遇到家裡的事 之餘的時候 是剛剛踏入冬季的時候 我們有些都不得不提 就是 我們中國那個 一講醫術的時候 其實是那些節氣 那些 你都要知道 是 他也有說 他說 其實他們現在 在西藏 那些 當然我們不是說 在給中國統治之下 而是說 他真的比較 能夠 保持傳統那些 他原來醫學 是連著 沾聲一起 一齊 我們嘗試給這個地方 那個 這個叫做 藏醫力 武算學院 是 這個 力算就是 尖聲 是 尖聲 而且那個尖聲 你會看到 幾大部分 是跟我們 漢人的 那個 那些 有些大圖小儀 不過有一點 偏差 那他就是 聯合到 那個印度 你現在移開 那個頭 後面就是 那個地方 那他的 那個 那個學院 那他很想去 這個 這個 應該是 那個 應該是 那個 他去不到 他這個作品 去不到 他就在尼泊爾那邊 但這個地方 他說其實就是 那個 傳統保護到 他那個 西藏的 醫學的地方 是 叫做 門之康 那那個 中文的翻譯 就是 藏醫力算學院 是 他 他基本上 那 剛才這個 你說的那個 節氣那裏 我相信是跟這個 有關係的 所以你補充一點點 他基本上 他藏醫那個 系統 他都 算是 在那個 叫做 藏物開了之後 他都很完善 去保留下來 很有系統 還有 他就把 他們的醫術 就用 唐卡的形式 做了很多個 唐卡 你展示給 不是 我現在都在找 後面 這個 你說唐卡 我相信這個 起碼都 給了少少 大家的印象是怎樣 都不止的 你可以上網看 他有一個叫做 四部醫典 有 這個我會講 這個就是 即是你讀 這個藏醫 一定是先讀這本 是 他就不會 就不止 是就這樣 你會看到 有時候有這些 例如 藥師佛的那種形 他簡直有個 都已經有第尾樹 這樣 例如這個 我其實都 那時 就在香港的 尖沙咀的 那間 賣英文書那裡 就賣了兩本 是很棒的 不過我又輸太多 你剛才說 香港 英文書那本 就叫Swington 神聰 這個我補充少少 神聰近期的 給我感覺 就是 他沒了新書 入來 不知道沒了新書 就是 有些少少 慈慕的感覺 那大家 真的要珍惜香港的 英文書院 英文的 賣書的地方 其中一件事 就是 這個三中箱 壟斷的情況 已經越來越嚴重 有很多書 我想都 比較上 現在 爛入口 但很幸運 因為現在 我們有網上訂購 如果你說 看到的時候 剛才幾圖說 那些 西藏醫學 其實我知道 是哪兩本 那些 你可以在網上訂購 回來的 會的 但是 那兩本 那兩本 都是很正的 因為它 在西方 尤其是 藏物 或者這些 就是 醫術 因為它有 系統 那些系統 你會看到 西方 我們都會找到 英語版 會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我們是 怎麼鬼式的 那些 那些 而且 他們的教導 都相當之不錯 所以 你一說 西藏的醫術 我想 一說 上年的時候 有很多 很多 都說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 唐卡 有所謂的 醫療的 基本的 方法 或者它的原理 但是 普通人 以我來說 我最認識西藏的醫行 金勞丸 是其中一樣 金勞丸 就是 你是不是應該 比較常 一般在情況下 會見到 或者用到的 狀藥 都不是 因為 金勞丸 你要懂得 MC人 那些 因為金勞丸 其實是要請的 金勞丸 你不會在一個藥店 買到這些 請 是否後面 意思是 有緣分 會的 有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有時候 其實香港 都有很多 靈勞丸 很照顧香港 到時候 都會來到香港 有時候 他自己 都有連金勞丸 帶來 我試過 有一些 金勞丸 例如 大手印 那個 薯理靈波車 這個薯理師傅 我想 很多 我們香港 很多 台灣 聽眾朋友 都會很熟悉他 一個非常之 跟香港 台灣很有緣的 一位 靈波車 因為他的派 都是不單的 旺室 傳人 他 很多時候 都會帶一些 其他的 靈波車 提煉的 金勞丸 有些金勞丸 直接 有些 蓮花生的 遺物 合在一起 所以不是遺物 連回新大使 因為現在都還在動 在說法 他都還在動 有時候 他有些法器 有些東西 就可以 像剛才 台長說的 做到藥 有時候有些是金屬 他會磨出金屬 其實這有兩個看法 你不要怪我 有些比較善情 有些 例如西藏 或者西藏 醫學的反感 的說法 就是 其實這些 金勞丸 就是 喇嘛的 魯麗 有製工的 魯麗 怎麼知道 不止靈波車工 有妙 我知道 有史料 我們以前 因為 我們那個年代 阿森馬仔做很多製工 現在這個斷層 所以我們要在這裏說 我們要在這裏說 他醫人怎樣 他身裏的老泥 他不洗澡 他出來就請求給你 所以剛才你說的 其實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詮釋 第一 這是假的 例如那些是老泥 你吃下去是純粹 因為你心理上的原因 第二 所謂弱也者 其實不在那個物質上 是一種所謂energy 或者是他投射一種力量下去 所以是甚麼都沒有所謂 又可以再具體一點的一個說法 因為最近我認識一位都是醫生 可能提及那位 有時候你說 齒尿你都做藥彩 你跳去哪一個層次來看 這些是爛分泌的 激素 荷爾蒙 從荷爾蒙的方式 因為現在 我們身體裏面有60種荷爾蒙 就是有一個很出名的教授級的中醫和西醫研究的博士 稍後你會說 他都用荷爾蒙來找回 他說有60個 因為他有連鐵布衣 他教一些西方人 怎樣去認識中醫 這些神奇醫術 就是很有見地的 他就說 如果你跟西方人說 或者跟一般的聽眾朋友說 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體內的有時候 那些荷爾蒙的分泌物 變成一種激素 以這種激素 對我們的人體是有作用的 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譬如山草藥 或者石頭金屬那些 那些叫外藥 而內分泌的那些 就是內藥 你兩樣東西 你懂得醫術的那些醫生 就將它合起來 然後製造了一種藥 尤其是這種叫金露丸 那些 他基本上就是 每一種藥都容易弱到病除 是這樣的 但是那個成份 我們都吃之前 我們都吃到很多藥 這個可能 他有時候覺得 這個裡面有哪個的分泌物 我知道 你可以吃 你可以不吃 到你一旦體化了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 這種 色積是空空自成 這樣你就深了 色積是空以後 去觀音 我看 阿慧英雄 抵走 他簡單來說 就是你厭惡 是因為你裡面 在五座六虎裡面 你有一個情緒的判斷 你的情緒 就是在起戶裡面 那時候 有時候 你的眼界 你的學識多 一些的時間 你就會去到一個 一個位置 你知道有時候 當然你看到 那些什麼 分泌引物 我們中醫 有時候都會說 和指尿 你信不信由你 那個大家 又不需要覺得 那麼驚奇 因為我自己認識的 有些人都是喝尿 你不需要認同這件事 我認識他 他出了一本書 那個大家不需要覺得 但是 如果你有看 李若瑟 Joseph Nidam 其中一部講的 道教的年丹術 他有提到一件事 其實為什麼會喝了尿 因為尿裡面有男性 剛才有幾個 有荷爾蒙 激素 你可以慢慢再去研究 但是 剛才幾圖說 譬如過一次 Amson給我吃個甘露丸 我吃的時候 我亦都 用了這種 無分別式的看法 都是有一個 道在訓中 你去明白了這種 無分別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不會對那件事 在心理上 產生那個反感 是 你先那個反感 有時候都說起來 就是 第一你可能你所知不多 是 如果你心癮 你很研究 那些分泌 譬如內分泌 荷爾蒙的那些研究 那裡 你就都會知道 原來有時候 這些裡面 有些成份 你可以把它提煉 所以 最重要是 你有沒有那個認知 如果你沒有那時候 你覺得這樣 你驗戶 就很簡單 你就不要接觸 是 所以我說的 不是鼓勵 你有什麼事 可以吃甘露丸 其實不是這樣 原理就是 你知道 你對於人 有沒有認識 那你就透過不同的方法 譬如文字 甚至親身的經驗 經歷 好像這位朋友 他靜靜走到人家旁邊 走去鑽研 在未有一個結論之前 你可以先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 所謂這個肯定的結論 你可以否定 因為事實上 現在西方醫學這麼發達 你隨時很多病 你都可以透過這些 問題就是 去到某個階段 你是需要尋求一種 靈性上的提升 譬如這本書 其中一個 我們第二次會講 譬如這些草藥 它後面的含意是什麼呢 就是要你重新重回 那個自然界再次接觸 有關係 有關係 這個關係 就不是好像現在 我們想像的 我們知道草藥 然後提煉的成分 給你一些成藥 其實你是要走進森林 你走進那個地方 去認識每一種藥 是怎樣 它的特性是什麼 它究竟 它的毒性在哪裡 它的藥性在哪裡 這個就是MC人 我就是很想MC人 神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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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神龍士 他都多收尾 他經常都帶了一些不同的 一些在北丹 在尼泊爾 甚至在印度的一些特產 回來 不止怎樣的 我們可能 就是MC人 他最強的藥師佛 就是那種咒 Mantra Mantra 好 我們現在回來 就講講藥師佛 以及草藥 v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